费息两千也太低了 我在这都有两千了 什么两千 爸爸 呃 是这样的 我同学结婚 我给我妈说要分次签给多少 我妈然后给一千五 我觉得太少了 我们问之后都是两千几步 这样吧 迷运一下小伙伴们最多给你两千五 无聊死了 生活要是刺激点就是 喂 是静香吗 你老板现在很不好 那你对他好点 这诈骗手段也太低级了 你不是说这是你们公司最蠢的吗 还有个更蠢的 还有个更蠢的 那不是老板的车吗 进去救我 老板你放心 别有我在 去哪都别想去 哈哈 哈哈 快跑 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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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有手机辣车上了 不就是一台手机吗 我这给你 不太好抱 身体都不尝尝 看你怎么往这儿跑 你他妈找死啊你 吸狗给老子盗窃 我敢 小是一转老板 但如果你非要给我升职加薪的话 加什么薪 差点被你害惨了 回家吧 给我资本家 马 马上回去工作 如果有猜对你的信 能告诉我你的微信吗 啊 男性 我没有微信 那亲个嘴巴 我看牛嘴 我哪走 哎走开 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记者 我们是职场保卫站栏目组的 麻烦刚刚那段 帮我掐掉 好了 我是一个reception 公司的上市下见到我都得打招呼 早上好 前台啊 reception 三二一开始 方便透露下你的薪水吗 两千八 这么低 是一个月 不是一年哦 啊 这就惊讶了 两千八只是基本工资 加全行 整整三千呢 我们继续吧 好 请一下 上班时间怎么善离职守啊 这位工资扣200啊 他们谁啊 我们是记者 我刚才是跟员工开玩笑的 我们是一家正规公司 绝对不会随随便扣人家工资的 哈哈哈哈 请问你们怎么看的加班文化 我们公司啊 拓之以鼻 赤之以鼻 我个人是非常反感 加班这种风气的 作为老板 我首先是第一个不支持的 老板 少于加班费 还有两天没给我算啊 什么加班费啊 周日的时候 你说有两个客户需要 我接待一下 哈哈 别怕了别怕了 欢迎收看职场保卫战 我是本期节目的调解员 豆豆 没事的时候他跟我说二点八到三万 谁知道后面没有单位 只给我两千八 我没给他两块八就算好的了 钱才三万一个月 动脑子想想就知道不可能嘛 确实话我也不在乎这个 我只需要一个诚意 拜托 他能不能成熟点 他想要的这种诚意 我出售公司根本给不到啊 再说了 他选择我不就觉得我是潜力股啊 我们现在不能一味的深泄情绪 而是要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小两百 没错 你愿意原谅他吗 我愿意在老板的诚意和道歧下 两人来到了人事部 你好 我们来加薪 我们来加薪 编辑了刚薪确认点 你你老板 不然呢 过来 遇到后食不喝 请继续关注我 插牌 你妈 哈哈哈 我买这么难吃 差评 难吃还有我好评 起司问起司我了 车辆足味道好再小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刚好 你帮我把这份合同给送走 有双tc吗 靠心你就是没有我 错 我是boss 哈哈哈 啊你就是要识换我 你们公司人呢 我来教你们了 是时候跳藏了 你叫谁 你们啊 早听一下他们的老板吧 你好快递 放车里面 怎么这么难用啊 下午还要见张总呢 进进 老板 说 假如 我说假如 我有求于一个男生 想送他一把T恤刀 我送他什么牌子比较好 男生 什么类型的男生啊 就是 成功人士 经常出入各种正式场合 弱乐大方 他 说那么就是我吗 像我这种男 像这种男人啊 他一定很注重细节 我用的这款激烈极光刀就很不错 手动的 激烈可是百年大平台 我们这种男人刮胡子 可是非他不用 尤其这款高配 这黑科技极光镜射条 能帮助去除脸上的油脂脚脂 搭配五层渐进式刀片 胡须根部层层剔静 干净清爽一整天 其实多宝已经送过我这个了 你可以考虑送我其他礼 谢谢老板 四天这里就可以了 哎好张总呢今天就这样好 老板你先走吧 我还有事要跟宋总说 我难过什么 我又不是失恋了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得躲得那么苦 谢谢老板 一百也行 前代工资我们最多给一千八 我送你的剃剧刀怎么样 很好啊 还我 哈哈哈哈 我都知道了 这里要是你干的不开心了 我这你随时可以回来 老板 我不走了 我不嫌子丑 啊 以后无论它是什么 老板我都对你中心不爱 合同谈成了 这是我答应给你的奖金 谢谢老板 哈哈哈 现在还没有下班哦 待会公司见啊 众哥 张五十熊熊 我是人秀的 哈喽帅哥 你加个微信吗 不行 胡语子 我其实没多想加你微信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会真觉得自己长得很帅吧 哈哈哈 可是雪 啊 不尽双眼 看不见你承诺的花眼 这么加一个 哈哈哈 你话很多哎 话多 无语了家人们 等公交间遇到一个下同男 一直在旁边也不知道想干嘛 对了 你在干嘛呢 在等没人 原来是在害羞啊 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哦 一号 往住宅前的那个人啊 不好意思啊 我在等人 这不能帮个忙吗 一生就没懂不懂啊 到手了开车 哈哈哈哈 打扰你们工作啦 哦对了 包包里有我要的资料 可以给我一下吗 小姐你们还给我啊 没有人分析了 老板会对我失望的 这就是我今天没交资料 而且除到了七个小时的原因 你 你 你回去吧 真的吗 好 散会 静静和杨迪佳留下 和我跟客户一起吃饭 我为什么要去啊 出那么大事 你不该进了就赔你道歉啊 演戏一下 杨迪佳 哦 看大眼才长脸了是吧 多了多少次 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哦 不管他们怎么样 我们都要文明礼貌的交流 知道了 宋总敬你一杯 你什么身份给我倒酒啊 我来我来 诸如不胜酒力 大可一步与庞犬共有志 我是庞犬 哈哈哈哈